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在开始本期视频之前呢,先跟大家道个歉,因为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,所以好长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,那么以后呢,我还是会尽量的至少每周一次更新,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兰花门的生长状况。 今天呢,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,是我这一棵期盼了很久的国兰终于开花了,它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棵青山玉泉。 这盆青山玉泉呢,它是属于建兰这一大类,那么建兰的花期呢,基本上就是夏天到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,我们首先还是先来赏一下花吧,它为何会取名为青山玉泉呢? 主要是因为它的整个叶片完全是翠绿的,它的花朵是那种非常纯粹的乳白色,有一点点米黄的感觉,非常的晶莹剔透。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花瓣的尖尖处是有一点点绿色的边缘的。 这个绿色的边呢,就好像是映衬着山间青泉背后的青山,所以呢,这盆兰花呢,也由此得名。 它的整体形态非常的素雅,非常晶莹剔透的感觉。 它的三个鳄片呢,成这种正三角形的模式张开,是有一点点的塌尖,它不是那种平间的展开的鳄片。 可以看到它的花形非常的正。 它的两个花瓣呢,也是非常的狭长,但是呢,它是朝前展开的。 我们从侧面看一下,可以看到它是往前伸开的。 青山玉泉呢,还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,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香甜。 它是那种非常高级的那种幽香,一点都不刺鼻,非常浓,但是非常的好闻。 你站在它的旁边,你就可以闻得到。 我每天经过它旁边的时候,我都能够闻得到它的这个香味。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闻。 相对于蝴蝶兰来说,国兰的,很多国兰的花朵都是有非常好的香味的。 所以我们的古人孔子才会形容兰花是有王者香,就是它的香味真的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。 我的这个青山玉泉总共是出了两条花梗。 它刚开始冒花杆的时候呢,其实我还没有意识到,都已经长得比较大了。 然后我才发现,诶,怎么这个地方长出了两个花杆。 那么它的花杆和它的心芽呢,还是非常不一样的。 心芽呢,大多数长出来是尖尖的顶,然后扁扁的感觉。 但是花苞长出来呢,是比较细长的,而且呢,顶头的部分呢,是比较鼓鼓的。 那么大家看一下旁边这个照片呢,就知道它的这个花杆呢,和心芽呢,还是非常的不一样的。 它这一次呢,开的花的朵数呢,并不是特别多。 但是呢,我已经非常非常开心。 因为我养护它也就才五个月的时间吧。 然后它就给了这么大的一个惊喜给我。 接下来聊聊我的这个养护方法吧。 其实养护方法也非常的简单。 它就是种在这样的一个水苔里面。 它的炉头处是用水苔包裹。 然后它的瓶身下面呢,是一些比较大颗粒的质料。 有珍珠岩呢,有一些木炭呢,树皮等等的一些大颗粒的质料。 国兰呢,我也讲过很多次。 它们喜欢非常透气的根。 但是呢,它们又喜欢非常非常潮湿的上部环境。 特别是它这个炉头处。 所以这个炉头处用这个水苔来进行包裹。 那么平时呢,我也会经常往这个炉头的位置呢,去喷那个喷雾。 那么让它整个这个上面的叶片部分呢,始终是有一个比较潮湿的一个感觉。 然后我还会在旁边放一个加湿器,然后来增加它空气的湿度。 那么这样的效果,我感觉是非常明显的。 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,它就长出了有三个新的叶芽。 看这里有一个,这里有一个,这一个和这一个。 然后它们现在呢,都已经长得比较大了。 它的这个叶片都已经舒展开了。 那么是在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吧,我发现了它们长出了这样的一个两个花芽。 所以呢,它的长势呢,还是相当相当的旺盛的。 我们可以远距离的来欣赏一下。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青山玉泉,它的叶片非常的飘逸。 就像少女舞动的彩带一样。 而且很有质感。 它并不是因为重力而下垂。 而是因为它天然长出了这种大波浪,非常大的这种卷曲的这种叶片的状态。 非常非常的好看。 看它整体的形态,是不是非常的美。 另外我还发现,就是我所有的这三个心芽和这两个花杆呢,它都是朝着加湿器的方向。 就是平时我是这么摆放,然后我的加湿器是从右边这样往这边吹。 而它呢,是离加湿器最近的一盆果蓝。 所以我觉得就是果蓝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很潮湿的空气环境。 那么基本上我开的加湿器对着它吹,湿度差不多能达到将近百分之八十。 但是它非常的喜欢。 它的心芽和它的这个新的花杆呢,都长得非常的好。 所以大家平时养护果蓝的时候,更加注重的应该是一个空气的湿度。 叶片炉头的这样一个湿度。 对于它的根部呢,就是建议不要过于湿,保证一个正常的湿润度就可以了。 然后一定一定要通风透气。 好了,本节视频就到这里啦。 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点赞,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